这个狗狗啊 翻译成中文 它就是那个联谊 我对联谊的理解 就是年轻人之间的交友聚会 直到我遇见了一位大姐 大姐上来问我第一句话就是 你多大 我说我不到三十 大姐说 哎呦 你等等 我听到大你的姨 我说不是 咱这个联谊的姨 不会是 五月后我就进了一家服装商社 还是整个公司最 最具扬当之气的一个部门 丝袜营业部 这位在台上逗得大家 哈哈大笑的人 就是本期的主人公 大宝 去年在我住的粉丝见面会上 通过自建 成为了节目的主人公 他为什么会在日本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 他和脱口秀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感觉 我怎么感觉比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写的年轻啊 跑过来的时候感觉更老了一点 没有是发型的原因吗 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 我们在国家旗 然后要大宝就可以了 大宝啊 昨天睡太晚了 昨天睡太晚了 昨天六点半才睡着 那是昨天吗 这是今天吗 早上睡着 早上六点半 早上六点半睡着 天呐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然后把今天演出的T字器弄好了 我以为脱口秀都是现场完全背词 我们是要求的有T字器 然后演员可以不看T字器 因为什么 就是他有一个万一嘛 为了保证演出质量 对 为了保证他那个节奏啊 然后就是流畅性 然后需要一个T字器 是 这个楼 哦 是蛮新的 一般年 反正我就刚搬屋头是新盖好的 行 还好 看上去挺好看的 你这是因为搬家了才这样 还是没搬家的时候也这样 搞脱口秀之前是东西比较少的 其实我就蛮那个节 那个就是简洁的 然后吧 有了脱口秀之后真是没有办法了 就是您不知道 我们1月9号的池袋 把那个300人大秀 然后那个时候是从国内运了很多物资 一共加起来大概是都有六七十公斤 然后那个箱子就那种 大箱子就是四个 然后根本就没有电话 就到厕所里面去了 然后我不能上厕所 啊 你在家里不能上厕所 对就是不能上厕所 那怎么办 我这个不是初期吗 上公司嘛 对就去公司那个上厕所了 实际上我没有 进不去厕所里面 老江的台阶展望 你是不是很喜欢你 特别喜欢旅行 我真的超喜欢 我看这边好多这个书 这是我自己做的相册 就是我没走过一个地方 我会给自己留一张照片 然后就做一个相册 叫奇迹嘛 我不叫国家奇嘛 就是我去过的足迹 就是我去过的地方 当时没出国之前 都是在国内嘛 然后来到日本之后 就开始各种地方就 特别特别 这是来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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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现在有一个47多多 独套府县去了46个 哪没去啊 充神没去 为啥呀 等着结婚去去 就故意留在那 就留在那 2014年 大学毕业后的大宝 选择来到日本 深造工读硕士 目前已经来日本近十年的他 居然还保留着 我来日本的时候的机票 啊 我14年1月1号来的日本 然后当天的机票 登机盘 就开始收集 我收集的并不是说 多贵的东西吧 就是有觉得 对我来说有 有回忆的东西 有意义的东西 就我们家都是那个 那个登机盘都弄成一团 竹内他排 他飞了这么多国家 他电机盘全扔了 廖叔飞了那么多地方 他其实可以就把它 就不用放一个册子里 就给你放一个小盒子 小铁盒子里 其实也蛮有的 也蛮有的 按着时间顺便摆好 按着时间顺便摆好 这件事情就不可能 这件事情让他命了 这些就几乎全是我出差的 这个东京露儿岛 你出差的你也留 东京露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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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哎呀我的天 我下周又去群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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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天哪出差这么多 出差可多 我下周是人生中第47次出差 群本 群本的出差 我记得了 还数啊 但是怎么说 我就觉得这样的话 会让你的效率降低 量数量的话 这些东西不会 占用它的时间跟空间 对 对 我有时候会跟他 我跟他聊 比如说你看 我们刚做节目那个时候 怎么怎么的 他说不要跟我聊这些 我不感兴趣 我明白明白 明天那个企划 我有个想法 他喜欢跟我聊这个东西 毕业后 大宝进入了一家日企工作 频繁出差 又经常加班的他 居然还要管理着俱乐部 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看又有一个观众买票 这是你在对应瑶瑶 对 要给他拉曲 你没有一个西梅吉利吗 就是 只要他买就卖 只要是那个 还能做人的话就卖 那个 现在我们会把它分配一下 就比如说这一场 我们限定50个 然后比如买了之后 但作为是灵活的 可以就加一点 如果当天 平时我们俊恋会往 就是买了之后 往下一场延 但是如果要是 你实在没有时间的话 那今天起来 就可以其实 嗯 嗯 嗯 诶 多穴 喂 你到了 你到了 来吧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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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年轻啊 对应该跟他同龄的话 应该是 我俩人 同学我听他说了 你家从来没来过这么多人 哈哈哈哈 这个被你发现了 对 这个被你发现了 对啊 和大宝穿着同样衣服的这位 是俱乐部的主编 也是陪伴大宝一路走来的合伙人之一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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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宝 你拉宝 但是这次不都放开 等下就是先放厂的一点 同样有着本职工作的李东旭 每次演出前都会来接大宝和运送物资 哦 嗯 嗯 嗯 啊 对 啊 这都可以 有箭条 大家一起摆 稍微快一点 虽然俱乐部已经成立了两年 但正式员工 只有三个人 这个素吧 素也挺好的 就是气窟窿 我知道 演出前的每一个细节工作 大宝都亲力亲为 眼前的这位美女 是大宝的女朋友 人手不够的时候 也会被拉来帮忙 突然 节目组在现场发现了 两位老俗人 我们见过 以前见过 以前来看过他们的 其实我还在学中文 有些通过去的中文 有点难度比较高 过来是难度比较高 所以一边听一边学习 然后再练习 阿玛雷脱口秀 现在开始 有请我的名声 哈喽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 叫赛脸 说的是有容貌焦虑 今天的演出 包括大宝在内 一共有六位演员 登台表演 孩子还会玩一些 很幼稚的游戏 找人 不是点血 小时候玩过吗 小孩玩过吧 点血 过来 啪啪 我一看 爸别打了 我们俩同学 不谈 然后我的女同学一看 为什么呢 他还是我们的阿玛雷的 这个俱乐部的老板 他就是我们的大宝 掌声我们请出老板大宝 你好大宝 所以就去参加这个线下的 狗狗活动 他就跟我写说 咱们这个活动 我面前都是高端人群 我就问我说 你们是怎么介绍这个 高端人群的呢 策划人当晚就把这个群名 改成了 高端交友 括号 年收800万以上限定群 那天相信啊 所有的男嘉宾 都在关注小姐姐们 漂亮 只有我 关注男嘉宾 收入是怎么收入到800万以上呢 我们这个座位是轮换制的 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名空姐 成为了这个全场的焦点 对吧 人美气之家 还有1米68大长腿 后来回到家 全场啊 只有一个女生 加了我的微信 是这名空姐 加我之后第一句话就是 但你这拿丝袜有折扣吗 年的2月54号 是我和空姐 一起度过的第三个前任节 我为她写了一首歌 跟名叫 请不要给我制造焦虑 我感谢自己最后还是没放弃 冥冥之中还是遇见了你 你看向我的眼神让我很沉迷 我主动上前大善与你找话题 你说 我 我是个空姐 你呢 我 我搞爱听 爱上市坐飞机 谢谢 我特别想确认一件事情 你真的是空姐吗 我开心 你看他们两个就是很搭配合你知道吗 看你这个反应我觉得不是 我把你当 不是 不是 对吧 对 我设备不装的 他以前每篇稿子都会给我看 这次他们不让我看 哦 难怪 给你比较了一个人设 我让他看你的现场 你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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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确实我都不理解 因为我真的不理解 所以挺难的 我只能说话题 只能说话题 对 对 有什么的语言 我能够了解到才能保护整个的笑点 对 对 难怪 我只能说话题30% 真正确实 在日本做全中文的脱口秀 会有日本观众来看吗 我们目前的日本观众 全是懂中文的日本观众 然后上次有三个日本人 来现在看了一次 完全不懂中文的 对 完全不懂中文的 全程的低头 你不互动 然后这样你来这干什么 然后后来最后一排公主人也说 他们有一个实时翻译软件 在全程看软件 一直低头 我说你要知道徐英格怎么办 徐英格也翻译不过来 根本就 他们居然用这个看完了全程 看懂了 肯定看不懂吧 不可能看懂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 懂中文的日本观众 有懂中文日本观众 有很少 来的都是特别特别好 特别好 就是那种几乎是无障碍交流了 各位 辛苦了 辛苦了 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好 很糟了 我们俩是11月3号左右 有认识的人 然后年底的时候就说要去滑雪 他是现场唯一一个会照顾所有女生的这么一个特别绅士的 他那种照顾不是说我对你有意思你要照顾怎么样 他是真的觉得作为一个男生 就比如女生你要给他纳心里 然后大家吃完了饭了 他会帮大家把女生的盘子都端过去 这样是特别深事的一个意思 老师家里人就是我说的就是你要帮别人做好了 帮女生做好 然后是用教育嘛 我觉得你看他就那么做 然后我不搭帮手 我觉得我就在我的失礼了 想不想 那他后来要做脱火秀你是怎么想的 很支持啊 为什么 因为本身一个我自己也喜欢 但好辛苦啊 很辛苦啊 你们今天看到的已经是我们已经经过一年 好多地方已经成型之后了 我真的是 你今天一开始更辛苦 你就可以看到一开始就是大家没有车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我们场地不固定 每天看到就是来的时候特别狼狈一个人 拖了一个行李箱后被全使的 俱乐部成立初期 一个月最多只有两场演出 大宝只能自掏腰包 租场地和支付演员费用 每一场都在亏钱 疫情的第一年 整个部门都在赤字的情况下 只有我一个人超额完成了预算 公司为了表彰我 第二年公司给我多涨了 三千日元 中民税涨了六千日元 很晚回到家的大宝依然没有休息 只能利用在家的这段时间来写自己的稿子 还要帮其他人改稿 经常熬到深夜 因为你在创作 其实你会嫉妒别人的稿子吗 会有这种 或者着急吗 或者说那种 我为什么没想到这样 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现在我站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经营者 也是运营者 我肯定是不想让整个这一腾全垮掉 我觉得哪怕我自己不好 然后别人都好的话 我不上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以吗 就是我会希望别人写的好 而且我会把我的梗给别人 就我觉得我的梗 我写一篇稿 我觉得这篇梗更适合他 我就给他了 所以李东旭经常说我一句话 说你看你写你的稿子吧 你的稿子没整完 你还给别人改稿 李东旭会说我这句话 李东旭的想法是 我可以舍弃我自己 我不上了 但是你得上 咱得有一个就是顶的 就是他是这么想的 因为有的时候就我们 更多的时候就是 是团队在创作 名是谁起 名是我们一起想的 然后刚开始是老李想的 老李说起一个 咱们别人都看不懂的名字 显得高大上 然后我们就说一个 刚开始就没有这个字 因为这个字是翻译过来的 拉丁文它是热爱的意思 阿伯尔 后来因为别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还是决定 就把它一起打出来了 作为这么一个 你到现在花多少钱 物料啊 就是所有同搜备到现在成本 一百万是有了 日元 一百万是有了 但是都是从自己 你们仨的工资里出过 对啊 都是从我们日理自己拿 我们单纯的对脱口秀是热爱的 就是说听住了那种感情在里面 但是真正是比较难为我们的是这种经营 我们其实遇到了很多这种 从从的上来在里面 但一个团队的话 想发展好的话 其实就是得需要一个 严厉的状态 跟它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展方向 光是拿着我们自己热爱 去把里面拼的话 肯定是早晚会到头的 面对俱乐部各种运营上的高昂之初 大宝究竟是如何坚持到现在的呢 下集揭晓 以后 当我像在《甘纯》中 出发到公司的小铃 时vir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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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觉得讲的不是很好是吗 对 哪边不太好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最能想到的东西 就效率最高的就是 就是浴室 在洗澡的过程中 就总能想出一些好稿 最好 最理想的状况就是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当于本质工作 不想还有什么呢 其实岁数越大越不明确 就知道自己有东西想 都不切实际了 然后就更让自己 在自己能够完成的范围里面 这些事情好 有时候跟我说的 我跟大宝说话的次数都比他多 让我完全去放弃 一点都不去想这个 我说是做不到 已经上瘾了 你是上瘾 我感觉我上瘾了 哈哈哈哈 就是人特别好 是我的特别好的朋友 突然变着 Camella Messe 我爱你哦